好,課本的話它是四十二頁,還有五個單字 那這五個單字你們會比較容易做的是等一下這個字往下一個 來,這個單字呢,叫做monker monker呢,第一個它是彩色比 分數一下,然後它可以數 一,它可以加一次 所以記得,如果今天我們沒有特別講的時候,其實你記得要 monker,因為它是符合名字 所以名詞前面要嘛就是n或m,要嘛就是後面s或es 好啦,然後第二個呢,這個字我把er去掉,變成mark 變成mark的時候呢,第一個寫了動詞 因為動詞加上er或or,其實會變成名詞 那這個字當動詞的時候,mark呢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你做記號 把mark起來吧,用一光筆放起來,mark做記號 第二個呢,是打分數 所以如果今天你講說,他得了滿分有沒有 這個人,gets four marks,就是他得滿分 所以more的這個字呢,剛好用到彼此的時候也是分數 或者是er,four mark 因為一百分嘛,就一個分數 那gant加s的原因是呢,第二次你會學到 第三人稱單數的動詞,我們要再一次 或者是four marks 看你要er access 你如果覺得一百分是一個分數,那就是er,four mark 如果這100分,有好多好多的分數了 那它是負數,那就four marks 好,一個二,我就删掉了喔 再來下一個單字要看清楚喔 其實你們以前學到的並不是這一課的意思 就是那個刷子有沒有 你們這一課比較常用是那個毛筆 記得,因為毛筆上不是很多毛啊 就跟刷子一樣有很多的毛有沒有 好,所以記得第一個它是毛筆 第二個呢,它是刷子 不過要寫的,這個我先删掉喔 在牙齒裡寫的東西上去的是 好,叫toothbrush tooth是什麼?牙齒幾顆? 沒有,就只有一顆 這個tooth,t-o-o-o-t-h,其實只有一顆牙齒 所以叫toothbrush 什麼是toothbrush? 牙刷啊,對 不可以寫teeth喔 t-e-e-t-h,是好多顆牙 t-o-o-o-t-h,是一顆牙齒 所以第一個叫toothbrush 就是牙刷 可是要寫個2,brush 那對詞的時候 就是刷牙 所以brush your teeth 我把它大寫來 讓它變成一個起始句 你們第五課,如果每天都是第五課 就會選到那個起始句了 叫brush your teeth 然後記得喔,這一字要寫清楚 因為是teeth 你刷牙會只刷一顆嗎? 刷最重要的那一顆嗎? 不可能嗎?你們口也有兩顆牙,至少兩顆 所以記得t-e-e-t-h,是好多牙齒 叫brush your teeth 然後那動詞就是爽 好,我停一下,我再錄耶 有,好,OK 那沒問題 好了,再來下一個單字 還有三個就好了 下一個叫做 to workbook 猜猜看這幾下 筆記本嗎? 作業本嗎?到底是什麼? 昨天我們才上到筆記本 對不對?對,它是作業本 就是你的席作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席作 那你的課本呢 可以寫另外一個字 叫textbook 或者是school book 看了解school book 還是textbook 都有人用 你們現在的課本嗎? t-e-x-t 這個就是課本 那你們那個文法才即便 就是你們的workbook 就是給你練習用的 school book textbook是課本 t-e-x-t 然後加上b-o ok 好了嗎? 課本,這個叫課本 school book textbook reference 對,我要講了 好不好 下一個叫reference 就是譬如說 每次我們上課 我們都可以提一張獎意給你嗎? 那一張獎意叫referenc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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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是一成一本 那就是reference book 如果是一張一張 就是appeal 或者是references 看你要選哪一種 這是假意 reference reference 好,再來下一個單字 叫做pencilcase 可是你要看清楚喔 這個pencilcase呢 等於pencilbox 因為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其實啊 鉛筆盒都是大部分 不是木頭做的 就是鐵做的 就像基本上是一個固定的一個 一個容器 我叫容器好了 可是以你們現在來講 你們很少人用那種固定硬 硬式的 你們該用的呢 要嘛就是筆帶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寫tanserback 以耳而言用 就把它變成一個大語的嘛 所以這個也可以寫tanserback 好了,這是第一個喔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要寫個二 你們現在會不會用削鉗筆機啊 你們剛剛都自動鉗筆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削鉗筆機 我們寫一下喔 像我本身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收集鉗筆 我還有削鉗筆機 我都是用鉗筆寫字 所以那叫pencilshamperner shamperner shamperner是瑞利的啦 shalp 然後加個en 就變成動詞 把削間 的東西 再加一樣 所以pencilshamperner 就是削鉗筆機 再來寫個三 叫做case case這個字呢 除了把它成鉗筆盒那個盒之外 第一個喔 寫個案子 案件 這個小case啦 案件 或者是案例 小事一件有沒有 小case case呢 下一個意思呢 就是案例 或者是案件 好,大概42月的單字就到這裡 好,那時候呢 我們就要改他的答案了 我先關掉喔 好,再來我們就看四十二頁的地方 四十二頁的上面呢 這些都是你們基本上 平常會用到的文具 OK好,來 我們念一遍好了 加深自己影像 第一個E 準時上課 所以你需要watch 第二 上課一定要抄 notebook 抄在那個notebook上 第三 ruler 第四 hand 第五 marker 第六 関手 第七 不對 第五是marker 第六是 eraser 第七 pencil 第八 下面有沒有brush寫字嗎 有嗎 有沒有brush寫字嗎 哇 他佩服你了 第九 workbook 第十 pencil case 好,可以囉 那因為這裡不用聽 這裡基本上是不用聽的 因為他就是這樣子把這個字寫出來 所以我們直接看答案 第一題就是 他是er pencil 第二 er 好,重點是這兩個字 請你幫我吧 他這個字不想錢的話 我只是要提醒你 名詞前面一定要有 冠詞 所以你們的形容詞啊 名詞前面的形容詞有十幾個嗎 限定描繪大長刀 第一個一定要限定 所以你一定要讓我知道那個冠詞 好,第五分喔 再我們看隔壁 隔壁這頁的地方呢 我只要提醒你一個東西就好了 這個 來這個 幫他寫 人家也在幫你寫 這個is寫個成名 this let it 一樣寫個成名 ok 可是只有他 是代理詞 因為我們簡答要用 代理詞 對 只有他是代理詞喔 這兩個 叫做指示詞 指著這一個 指著那一個 指示詞 所以你們到時候 欸 詞我寫錯了 你們到時候考試的時候 會跟你講說 請你用指示形容詞改寫 有沒有 到時候你們要吸得 這兩個有一點不太一樣 譬如說 this is a good book 變成 this book is good 因為他會有一個是指示代理詞 一個是指示形容詞 我們到時候再來說 好,再來 ok了嗎 再來第二個要畫的地方在這裡 因為m的a 所以幫他往前畫到 這個an 所以我要你寫一個東西 第一個 一個小時 叫做an an 你一定會說 可是欸 明明他是h啊 因為h 不發音 我們的a跟an 怎麼決定他 而跟an 不是批法 是念法 那個念法 所以一個誠實的男生 叫做an honest boy 為什麼 因為h一樣 不發音 這個h 記得喔 他不發音 所以他其實是 因為他念是念啊 是母音 幫他抄上去 別人也在幫你抄 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可以往下了嗎 所以還是要提醒你一件事 左右的名詞 除非他不可數 不然的話 你至少讓我知道 是一個還是很多個 一個就加兒或n 很多就加什麼 s或 yes 對了 ok囉 那我們就往下看 來直接看第一題 第一個 因為他很近啊 而且他摸得到 近的我們就用 list 然後list的那個司機 is 好 再來我們只複習一個東西 list呢 剛剛寫個火車桶 記得喔 一台火車裡面 你一定要有火車桶 你一定要有司機 你們這次考試很多人啊 就是少了那個司機 然後呢 很多人明明有問號 結果司機不自居 前面問路 所以第二個呢 這是司機 剩下的都是什麼 乘客 對 所有的這麼多的乘客 有時候看狀況 他不見得需要 可是一台火車 一定要火車頭加司機 也就是你在怎樣啦 簡單來說 用機子齁 的順序叫 主動 受益師 你再組繩 一定要舉詞加動詞 ok了嗎 所以變成疑問巨怎麼變 變成疑問巨 Is this 對 Is this a conflict 再來第三題 叫做 因為看不出遠登記 既然看不出遠登記 我就會那個中性字叫做 It is 然後你們會忘記的是這個二 我問一下喔 你改了那本沒有將二的舉手 唉唷 不錯唷 好 那很好 再來下一個看定詞題囉 叫What is This This嗎 你覺得他是This嗎 你覺得 因為是這個人講話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人講話 所以他摸得到 講話的是This 可是對他來講 不知道 就變成圓的 就是Like this 不過這題 你可以寫It 因為呢 我真的沒有辦法判斷遠登記的時候 寫It is 算他對 可是就是不可以This 好看嗎 這一題 就It 這裏就It 這裏就It 一定是List 用摸得到 喔你用It嗎 好可以 What is it 可以啊 好我們來看下一句 What is That 對這次就沒正義喔 因為他講得很遠嗎 那回答叫List it and at 還有什麼答案也可以 It is 各位的 遠不分遠近的 我們就用It 好 這是單數 到了下一頁呢 好了嗎 下一頁呢 我們開始呢 就選到的是負數 所以負數的地方 我們要開始寫的地方 剛剛的那個意思 我們寫成一碼 R 寫了乘以二 以上 箭頭往上 兩個以上的我們用R 然後呢 一樣這裡都是兩個以上用的 重點是這一個字 這個是代理詞 這一個 這兩個 叫做指示形容詞 或者是指示代理詞 簡稱 我都會寫指示詞 因為它可以是代理詞 可以是形容詞 我們到時候再來說 這叫指示詞喔 所以簡答 我們要用的是代理詞 不會是指示詞 precisely看這個可數 不可數的差別 ok啦 來,大部分違規 서� 都加什麼就好了 S 所以這個S呢 剛剛畫一條線就好了 可是字尾 字尾 開始要寫了喔 字尾是Nk4 字尾是s 字尾是sh 字尾是s 或者是s 一個語沒關心 字尾是Can 这一种的,我们要加上es 记得哦,字尾是mk4,sh,m4,ch的,我们要加es 再来这一个,我写在这儿,它是子一加y 我们要去y,然后呢,加ies 好,那我问题来了,如果母依怎么办? 类似的有什么?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是母依加y的吗? 有啊,譬如说day 所以像这种母依加y的,那怎么办? 加s就好了,对,你不要去y加s哦 因为别班真的这样子写,它写b-o-i-e-s 然后老师看兔学了 记得母依加y,所以像譬如说b-o-y,那个是o,是母依 day,那个a,是母依 这一种的,我们都不想做变化,直接加s就好了 ok哦?然后再来这一个,它写的不太好 记一下哦,它字尾是f,或者是fe的 不见得是m5,有时候是fe,那就去掉f或fe,加上ves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就是这样撇掉了 就是把f或fe去掉,然后加上ves 好了吗?真的难不难在这儿? 因为再来我以后考试的时候,我会增加它的念法 念法就拿了?可是念法其实呢,到时候你们可以公开作弊 为什么作弊?先戴上你的手,放在你喉这里 好,念波依 会不会动? 波依,会不会震动? 对,只要会震动的,在这里 会震动的,就是有声 所以到时候考试我要密写音标,要加s的时候 有声,我们就找有声的z 因为有声搭配有声,OK喔? 考试第二个,试试看喔 所以这个像banana,手放这里 banana,会不会动? 你不会动就有问题,因为你头领过脏都很不一样 好啦,你念,来这一个 我们先念是什么?clock 不能咳,没有clock 会不会像刚刚一样一直震动? 不会,对,不会的就是无声 所以无声就找无声的z 这是无声喔,所以无声找无声的那个z 有声就想要有声的z 好,看到吗?好,再来试试看喔 来,第一个,念student 有没有一直震动? 没有,对,所以他就念students 所以他就是没有震动 可是再来,你念car 会不会到?car 会不会一直震动?会,对不对? 所以他就念car ok吗?所以这个s不是全部都念死 有声我们念字 无声我们念死 那怎么去看看有声无声 就是你喉嚨会不会震动? 会震动的就是有声 不会震动的就是无声 那第三种,第三种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他 你可以这样子不好 那个念以死的 念以死的就是这个而已 就是这些 因为这个es 他一律念以死 就是一种 就像字尾是sh的啦 字尾是s的啦,ch的啦 然后相应他本身已经是orange 这个字 这个就例外 就要记得orange 是,一样是以死 这个例外两个字 剩下大部分就是那种字尾是x啦 sh,s,ch那种 他的es呢,就定以死 好了,那我就来试试看下面的答案了 记得哦,复数一定要加s或es 所以来,第一名叫做 this are pencil cases case不对 好,我让他念一遍给你听,仔细听 看他怎么念 these are pencil cases 有听到吗?pencil cases 好,所以这个 帮他把字表写上去 他念意思 一样字尾是s 所以叫pencil cases 好,再来下一句 我要让他念 they are buses 怎么念? 所以这个es怎么念 所以这个es怎么念 还是意思 对,帮他写一定要上去 因为下礼拜我就要考试课了 帮他指尾是s 好,再来看隔壁 好,看到哦 我直接让他念 what are those? these are pictures 好,pictures 所以这怎么念 手放好咯 pictures 出会到 会 z 对,pictures 这个s念的是z 因为他是有声 好了 再来下一题 what are these? those are markers 好,marker 会不会到? 会 对,很好 所以他念 z 错了 只要里面有错 一题就是五分 只要有错就是五分 只要有错就是五分 好,再来下面一题 what are those? these are pencil boxes 好,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因为他字尾是xs 所以他念什么? e-zi 对了,非常棒 他念的是e-zi 好了吗? 这个应该不用看吧? 不用了,对不对? 好,就把课分传给他 好,就把课分传给了 好,就把课分传给了